南北朝一直是人们比较感兴趣 但又不是很了解的时代 因为太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交织在一起 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没有绝对的故事主线 每一个人物背后 都是一段可以大书特书的历史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人们往往只关注其中的翘楚人物 很难一窥整个时代的全貌 今天让我们循着时间的顺序 来梳理一下南北朝的发展脉络 从名字上来看 南北朝实际上分为南朝和北朝 两者并行存在 同时又在各自区域内进行王朝更替 南朝的前身是东晋 公元420年 由玉篡位东晋政权建立了宋国 史称刘宋 刘宋的建立代表着南朝的开始 公元439年 拓跋式建立的北魏 在北方荡平了大大小小的胡人政权 使得整个北方基本上实现了统一 北魏的建立代表着北朝的开始 南北朝的形成后 彼此之间相互攻伐 不同时期的边界线也不一样 与此同时 南北朝内部也发生着政权更替 其中南朝分为宋旗梁臣四朝 北朝包括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五朝 史学界普遍认为 南北朝正式的开始时间为公元420年 结束时间为公元589年 历时169年 公元420年和421年 刘宋和北魏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攻伐 此时的刘裕正在忙于梳理内政 而北魏拓跋式则将重心放在统一北方上 公元422年 刘宋的开创者刘裕去世 作为南朝第一帝 在临死之前 他本想组织一次大规模北伐 完成南北统一大业 但上天没有给他机会 在刘裕去世当年 刘宋内部围绕着皇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北魏皇帝拓跋四见机而动 对刘宋发起了攻击 并成功将势力范围推到了黄河南部 拓跋四是个偏执者 为了完成统一大业 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国事上面 高强度的工作击垮了他的身体 公元423年便去世 享年仅30岁 当刘宋政权还在为皇位继承内讧的时候 北魏很顺利地完成了皇位更替 拓跋四的儿子拓跋涛继承了他的大义 可喜的是 拓跋涛在文韬武略方面 更胜他父亲一筹 在刘宋发生内讧之际 本是北魏南下的好时机 但拓跋涛并没这么做 并不是因为他不想 而是北魏在北方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柔然国 424年 柔然国出兵大举南下进攻北魏 刚登上皇位的拓跋涛准备打一场立威之战 决定御驾亲征 率领两万余人北上距敌 此时的拓跋涛还是矛头小伙 勇气方面不欠缺 但实战经验不足 第一次御驾亲征 就被柔然大军团团围住 差点折戟 后来拓跋涛及时调整了策略 历经千难万险将柔然国击退 此时的刘宋王朝也结束了皇位争夺战 笑到最后的人是刘义龙 经过惨烈的宫廷斗争 他成为了刘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425年 逐渐成熟的拓跋涛主动对柔然国发起攻击 当五陆大军同时向柔然进发的时候 后者不敢正面硬扛 而是不断撤退 接下来的数年 北魏一直保持对柔然的压制 429年 北魏经过长时间的整军备武 拓跋涛决定对柔然发起总攻 于是派出远征军 远离国都四千里 远程奔袭柔然国 在北魏轰炸式和地毯式的攻击下 柔然国遭到重创 加上柔然国内部开始出现分裂 整个帝国已经摇摇欲坠 在拓跋涛全面进攻柔然的时候 即位不久的刘一龙并没有心思进行北伐 当初他能上位都是靠着权臣们的支持 而权臣是一把双刃剑 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必须拿朝堂话语权进行交换 刘一龙即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铲除权臣 将大权独揽在自己手中 此时的北魏已经在北方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攻打柔然国的同时 也随时准备挥师南下 面对逐渐壮大的北魏 刘一龙显然不想坐以待毙 430年 没等北魏主动来犯 刘一龙便抢先一步进行北伐 这次大规模的北伐 起初取得了一些小胜 后来北魏缓过神来 发起了大规模反攻 将刘颂打得十分狼狈 刘一龙即位后的首次北伐惨淡收场 拓跋涛击退了刘一龙的首次北伐后 并未着急挥师南下 而是着手消灭盘踞在黄河一带的小政权 为实现北方大一统做准备 从431年到439年 刘颂和北魏并未出现大的军事摩擦 公元439年 北魏完成了对北方的大一统 至此 南北对峙的格局最终形成 南北对峙形成后 双方都在积蓄力量 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这个蓄力过程持续了9年 从440年开始 一直到449年 双方并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军事摩擦 但一山不容二虎 这种相持局面总有一天会被打破 450年 北魏率先打破了平静 在边境线上大动干戈 刘一龙大怒 面对来势汹汹的北魏大军 他并没有采取防御措施 而决定第二次进行北伐 但由于准备不足 再加上战略决策失误 导致宋军大败 北魏趁机长驱直入 直接达到了长江口 距离刘宋王朝的国都建康 仅一步之遥 此役过后 刘一龙开启了追责机制 朝堂上整天讨论 谁该为此次施力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惨烈的宫廷斗争 太子刘进出于种种考虑 想趁机杀死刘一龙上位 只可惜事情败露 刘一龙得知此事后 心里五味杂陈 他多次想过废掉太子 但迟迟没有做决定 北魏虽然在此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但代价也是极大的 几乎掏空了整个国家的财力 北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在时局稳定时 尚且能捏成一团 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乱 国内其他民族就会趁势而起 此时摆在拓跋涛面前的 是一个暴乱此起彼伏的局面 为了平定国内的暴乱 拓跋涛被折磨得心力交瘁 就在此时 一名叫宗爱的太监 因为和太子不和 于是 在拓跋涛耳边近线谗言 说太子正在结党营私 试图篡位 拓跋涛听后十分生气 他没有进行深入调查 就将太子党羽一网打尽 致使太子成为光感司令 整天郁郁寡欢 后来一病不起 没过多久就去世 太子的死让拓跋涛十分懊 知道自己受了谗言的蛊惑 因此准备拿太监宗爱开刀 宗爱害怕自己被杀 于是先下手为强 于452年发动了政变 直接杀死了拓跋涛 拓跋涛的死讯传到刘宋王朝 刘一龙认为 这是拿下北魏的好机会 于是发动了第三次北伐 这次北伐比上一次更加潦草 宋军走到半路 感觉不是北魏的对手 还未与对方交手 就选择了撤军 此前太子刘进已经对刘一龙起了杀心 想取而代之 刘一龙出于父子情 并未将其废掉 但这是颗定时炸弹 迟早会爆炸 453年2月 太子刘进再次发动政变 率领军队直接攻入刘一龙寝宫 将其杀死 谁也没想到 拓跋涛和刘一龙 在战场上斗了一辈子 都未曾伤及对方分毫 最后却不约而同地死于非命 着实让人唏嘘 刘进虽然篡位成功 但此举引起了王公贵族和大臣们极大的不满 他在皇位上坐了不足三个月 就被三弟刘俊赶下来 下场和他的父亲一样 当场被杀死 眼看刘进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大臣们本应该长输一口气 殊不知 这只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在刘一龙的几个儿子当中 刘俊是最不受重视的 如果太子刘进能够按部就班地等待刘一龙驾崩 刘俊这辈子都没机会染指皇位 刘俊是通过世兄得到皇位的 他害怕其他兄弟会效仿自己的方式发动政变 于是大开杀戒 几乎把所有的血亲兄弟全部杀死 一时间 刘宋王朝人头滚滚 作为刘宋王朝的老冤家 北魏宫廷也并不安静 太监宗爱杀死拓跋涛之后 扶持他的儿子拓跋鱼为皇帝 但拓跋鱼是个不听话的人 而且人品极差 经常和宗爱对着干 宗爱眼见拓跋鱼不受控制 居然又把他给杀了 作为一个太监 在朝堂上如此无法无天 让一众大臣们看不下去了 于是联合起来制衡宗爱 并拥立拓跋郡为皇帝 拓跋郡的父亲就是拓跋涛的太子 他父亲就是间接被宗爱害死的 所以拓跋郡上台后 第一件事就是将宗爱五马分尸 南北两朝同时迎来了新皇帝 这两人的执政时间基本上是重合的 拓跋郡于452年上台 465年去世 而刘骏于453年上台 464年去世 两人上台后并没有效仿上一辈进行大规模攻防 而是基本上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 甚至双方之间还开启了贸易往来 拓跋郡不是个重视武力的皇帝 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安抚民生上面 他试图去除北魏内部的矛盾 重新振兴国家 但由于国家内部矛盾过于严重 直到去世都未曾创造盛世 拓跋郡虽然算不上明君圣主 也没为国家带来多大的提升 但整体没怎么折腾 相比之下 刘骏就逊色很多 他做了皇帝后 整天想的一件事就是淫乱后宫 刘骏将自己的血亲兄弟杀光后 不用担心被推下台 眼见拓跋鱼不是上武之人 国家一时间也不会面临战争 于是又把国内能争善战的武将杀了个遍 如此一来 他便可以专心地淫乱后宫 在淫乱方面 刘骏是一把好手 大臣们为了投其所好 耗费巨资在国内为其搜罗美女 只要是他看上的人 一律充赢后宫 刘骏不是单纯的好色 他为了追求刺激 做出了很多突破人伦底线的事情 甚至与自己的生母乱伦 给自己的亲爹戴了绿帽子 放眼全世界 刘骏的淫乱表现都是独一档的存在 拓跋鱼和刘骏相继去世后 他们的下一代登上了政治舞台 继承刘骏皇位的是他的儿子刘子叶 也许是从小就在父亲的淫乱生活中耳濡目染 刘子叶即位后 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淫乱传统 而且在此基础上玩得更花 刘骏和自己的生母乱伦 刘子叶则和自己的亲姐乱伦 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当年刘骏将自己的血缘兄弟杀了个遍 只有寥寥可数几个对皇位没威胁的人 才得以幸存 刘子叶上台之后 把他父亲没有杀绝的人 再次列出清单 准备一一清算 刘子叶在杀人的时候 不满足于一刀毙命 而是喜欢将人慢慢玩死 把这些苟延残喘的叔叔搜罗到一起 有的关押 有的杀头 有的被肢解 挖出眼睛 放在蜂蜜里腌粽子 他给每位叔叔 都取了极具侮辱性的外号 其中一位叫刘裕的叔叔 被刘子叶赐名诸王 刘子叶把他关起来 在求是的地上挖了一个坑 灌满泥浆 再往里面放一个装着饭菜的木槽 让刘裕用嘴拱饭吃 这种荒唐的行径 不但沦为百姓嘴里的笑柄 也让刘宋王朝的大臣们 实在看不下去了 刘子叶在位一年多 大臣们就联合起来 发动政变将其杀死 然后扶持诸王刘裕登基 在刘子叶被杀的同时 北魏朝廷也发生了变化 拓跋洪在大臣们的支持下 登上皇位 此时的他年仅十岁出头 尽管拓跋洪是个不安适事的少年 但他人小至大 没有大权在握的时候 选择隐忍不发 后来在冯太后的支持下 发动政变 将把支朝政的权臣西树诛杀 重新拿回大权 巧合的是 拓跋洪和刘裕发动政变的时间 都在466年 命运的巧合 让他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此时的拓跋洪已经准备施展报复 而刘裕面对的是一个乱局 在他登基之前 刘子叶的三弟刘子勋 就率兵杀向国都 刘子勋之所以选择叛变 是担心自己被刘子叶干掉 所以先下手为强 就在他去往国都的路上 突然得知 刘裕被大臣们扶持上位 心里顿时感觉不爽 本来自己干掉刘子叶后 就能登基为帝 如今被人截足先登 心里不是滋味 后来刘裕给刘子勋 发了一道圣旨 让他返回原地 不要再来国都 但此时的刘子勋不打算停下脚步 他不但没有承认刘裕登基的事实 反而自立为帝 带着大军继续朝国都进发 客观来讲 刘子勋是有反叛资本的 因为整个刘宋王朝的版图 他至少占据了一半以上 但神奇的是 刘裕经过一番操作 扭转了颓势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打败刘子勋 并将其杀死 自己坐稳了皇位 也许此次与刘子勋对决 让刘裕信心大增 作为新皇帝 他想打一场立威之战 于是 在467年 选择北伐挑战北魏 结果被拓跋红打得一败涂地 不但没有北伐成功 反而丢掉了很多城池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北魏已经完成了对刘宋的压制 这种压制的局面 一直没能被逆转 经历北伐失败后 刘裕彻底被打醒 他自知不是带兵打仗的料 于是 把精力放在内部大清洗上面 把所有对皇权有威胁的人 全部铲除 为自己的下一代登基做好铺垫 472年 刘裕去世 他9岁的儿子刘裕登基 北魏和刘宋王朝 存在诸多巧合之处 476年 年仅23岁的拓跋红突然驾崩 而且死因不明 拓跋红死后 他的儿子拓跋红继位 那一年 拓跋红也是9岁 刘裕作为刘宋的 从小就浸淫在变态的环境里 所以养成了变态的性格 刘裕从小就残忍暴力 他发明了很多肢解尸体的工具 微服私访的时候 看到谁不顺眼 就命令随从将其杀死 然后将尸体运回宫 他亲自用自己发明的工具进行肢解 这种残暴的行径 自然不得民心 大臣们也是看不下去 477年 玄臣肖道成发动政变 将未成年的刘裕杀死 然后扶持刘裕的弟弟刘准上尉 刘准是肖道成扶持的傀儡 后者只是利用他为自己的篡位做铺垫 年纪又小的刘准就知道自己是个傀儡 在善位大典上创然哭喊 愿生生世世不再生于帝王家 在一个孩子撕心裂肺的血泪中 弃吞万里如虎的刘裕 创建的刘宋王朝烟消云散 479年 肖道成逼迫留准善位 登基称帝 改国号为齐 这个政权被后人称为南齐 同样是年少继位 北魏却未发生权臣篡位的事情 因为朝堂之上有位女强人 一直把持着朝政 此人就是冯太后 冯太后是汉人 执政期间锐意革新 在北魏大规模推行汉化改革 为油木色彩浓厚的北魏 建立了农业大国的雏形 也为北魏顺利平稳地 变成一个中原化的封建国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82年 南齐首任皇帝肖道成去世 其子肖则继位 这两个人都是贤君 喜欢搞建设 不愿意打仗 与雄聚北方的北魏 大致保持着友好往来 尤其是肖则在位期间 南齐还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盛世 史称永明之至 490年 冯太后去世 拓跋宏开始主政 493年 肖则去世 皇太孙肖昭叶继位 同年 在拓跋宏的主持下 北魏迁都洛阳 实施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改革 史称孝文帝改革 拓跋宏是鲜卑人 但是在冯太后施政风格的影响下 他早已变成了一个汉化君主 迁都之后 他历经图治 准备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 统一中国 为了进一步贴近汉文化 拓跋宏直接改名为元洪 对于北方发生的大变局 南方似乎耳目闭塞 没有什么反应 萧昭叶继位之后 倒行逆施 南齐接二连三发生政变 一连串的皇帝 在宫廷内斗中 被剁得七零八岁 当北魏进行大改革的时候 南齐正在搞内讧 公元498年 已经整军备五多年的北魏 准备挥师南下 元洪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 目标直指南齐 但南齐并没有想象中的脆弱 虽然皇帝很不靠谱 守边疆的将军 还是比较能争善战 此次南下 北魏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 但伤亡十分惨重 更没能重创南齐 战争一直持续到九月份 元洪眼见拿下南齐无望 于是选择撤兵 在撤兵途中 元洪不幸染病 加上舟车劳顿 元洪最终没能支撑得住 499年春天便撒手人寰 他的次子元克继位登基 元克登基后 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趁南齐正在内讧之际 突然发兵南下 并此次出兵 成功占领了荆州 益州 益州等地 公元502年 南朝再次发生政变 此次篡位的是 萧氏本家人萧衍 他登基称帝后 改国号为梁 史称南梁 作为开国皇帝 萧衍非常迷恋佛教 人们也称其为菩萨皇帝 503年 萧衍发兵北上 双方在淮南一带 展开了长期拉锯战 彼此互有胜负 谁都没能更进一步 这种僵持的局面 直到507年才被打破 当时南梁寻得机会 一举攻破北魏的防线 大败北魏军队 此后南梁想乘胜追击 把战线继续往前推 但北魏军队死守不退 南梁也到了强弩之末 只能选择撤退 公元515年 袁克去世 他的儿子原许即未称帝 北魏并未进行韬光养晦 而是继续的南梁对峙 双方在安徽一带剑拔弩张 大有决意死战的架势 当时 萧衍为了进一步逼迫魏军撤退 耗费巨资兴建福山宴 试图用水攻逼退魏军 此举虽然击退魏军 但因为过于劳民伤财 致使南梁国力迅速枯竭 萧衍只得下令停止北伐 撤退后的魏军 虽然暂时脱离了战争泥沼 但朝堂内部再次出现了内讧 由于允许即位时 尚且年幼 朝政尤其母亲胡太后把持 同样是把持朝政的女强人 胡太后比之前的冯太后逊色太多 再加上连年征战将国力消耗殆尽 此时的北魏已经风雨飘摇 当初北魏建国时 为了抵御北方的柔然大军 故在边疆地区设立了一支庞大的边防军 统领大军的人来自鲜卑贵族 而且是能争善战之事 随着柔然的衰落 边防军的地位渐渐有所下降 袁虹推进汉化改革的时候 老派贵族扎堆的边防军极力反对 袁虹说服不了他们 干脆选择无事 把他们扔在边疆 还设定了一些政策进行打压 523年 柔然发生大饥荒 为了生存 柔然人在阴山一带烧杀抢掠 抢光了边防军的军用物资 边防军活不下去 请求朝廷给予支援 胡太后本不想给 但念在边防军曾经戍边有功的份上 只是随便拨复了一点物资 边防军本来就对朝廷不满 胡太后这番操作 无异于火上浇油 把边防军不满的情绪推到极致 他们觉得已经被朝廷抛弃 于是纷纷竖起反旗 并表示脱离朝廷管制 当地有些豪强大族 也趁机招兵买马 扩充势力 其中有一个土豪的势力极为庞大 他叫尔朱荣 当暴动平息时 他已经成为北魏境内首屈一指的大军阀 尔朱荣手下有三个战将 高欢 宇文泰 侯景 这三员大将不但是北魏的掘墓人 还成为王朝开创者 侯景直接击垮了南梁 高欢是东魏的开创者 宇文泰则创立了西魏 这三个人都是有定国之能的枭雄 尔朱荣在世的时候 他们却都得俯首贴尔 尔朱荣欲下手段之狡诈凶狠 由此可见一斑 528年 允许密谋联合尔朱荣率军到洛阳诛杀胡太后 及其党羽 胡太后抢先下手 独死袁许 尔朱荣随后打着为袁许复仇的旗号 一路长驱直入打进洛阳 并勤获胡太后 然后将其沉入河中淹死 尔朱荣打进洛阳后 立袁子幽为皇帝 紧接着 他以给袁许召开追悼会的名义 把北魏的王公贵族全部召集在一起 然后全部屠戮殆尽 这次事件被称为和阴之变 之后尔朱荣返回大本营太原 在朝中广不亲信 在太原遥控着洛阳的政局 和阴之变并没有将袁家子弟全部杀死 当时 袁洪的侄子袁浩 在尔朱荣大肆屠杀的时候 恰巧在外 镇压农民体役 因此躲过一劫 但他知道 洛阳肯定是回不去了 于是 南下投奔梁武帝消炎 梁武帝不但接纳了袁浩 还支持他回国夺位 528年 梁武帝派遣陈庆之率领一支7000人的军队 护送袁浩回洛阳夺位 并成功拿下洛阳 将国家控制权再次夺回手中 529年 袁浩在洛阳称帝 尔朱荣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 立马率军前去洛阳进行讨伐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军 陈庆之建议袁浩向梁武帝颁援兵 此时的袁浩还沉浸在花天酒地里 丝毫没有危机意识 他不但拒绝了陈庆之的请求 还试图断绝与南梁的联系 不久后 尔朱荣的大军便杀到洛阳 陈庆之见状撤兵难逃 而袁浩直接被尔朱荣擒杀 此时的尔朱荣已经在北方横行无阻 随着他逐渐荡平其他割据势力 到了530年 他已经基本上把北方朱地悉数收入囊中 袁子幽虽然是在尔朱荣的拥立下称帝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提线木偶 根本没有任何实权 早就受够任人摆布的袁子幽 决定杀死尔朱荣脱离他的控制 于是找了一个机会宣召尔朱荣进攻 并在周围埋伏下刀斧手 尔朱荣没想到袁子幽有胆量杀自己 于是未待多少随从便进攻进界 当他刚踏进宫门 埋伏好的刀斧手便一拥而上 将尔朱荣剁成肉泥 尔朱荣死后 尔朱荣大为恼怒 马上率领大军杀进洛阳 并将袁子幽一刀斩首 尔朱荣杀死袁子幽后 改立袁公为帝 尔朱荣手下的大将 都是一等一的萧雄 只有尔朱荣能压制住他们 至于其他尔朱荣 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 袁子幽一死 高欢立刻跳出来反对尔朱荣 他打着为先帝报仇的旗号 先是脱离尔朱家族 并将尔朱家族视为叛军 并宣布率军讨伐 532年4月 高欢击败尔朱家族 进入洛阳 杀死袁公 另立袁修为帝 当时 在关中一带 还有一股势力强大的军阀 领头人叫贺拔月 原先也是尔朱荣的战将 趁着尔朱荣死后的大混乱局面 割据关中 表面上保持着与高欢的友好往来 因不满高欢把持朝政 袁修密诏 贺拔月讨伐高欢 高欢抢占先机 在关中策动内乱 杀了贺拔月 派遣侯景到关中 接管贺拔月的军队 侯景听后喜出望外 以为白捡了一支军队 满心欢喜的奔赴关中 去接手队伍 可走得半路 就传来不好的消息 贺拔月的部下 已经拥立宇文泰做了领袖 侯景得知后 只能拜幸而归 公元534年 袁修趁高欢 不被逃出洛阳 直奔宇文泰的大营 袁修的妹妹 是宇文泰的老婆 基于这层关系 袁修才敢放心地 投奔宇文泰 高欢眼见袁修逃走 并未派人去追 而是在皇室里 选了一个人 作为傀儡皇帝 高欢则完全掌控大权 这个政权始称东魏 袁修投奔宇文泰后 以为从此安全无忧 但宇文泰不是善类 在权力面前 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他直接杀掉袁修 另立傀儡皇帝元宝具 这个政权始称西魏 自此之后 北魏彻底宣布灭亡 高欢控制的东魏 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 开启了长期的对峙 在双方对峙的过程中 宇文泰略高一筹 不但抵御住东魏的进攻 反而将地盘不断做大 547年初 一代枭雄高欢去世 临终时嘱咐儿子高成 务必盯住居心叵测的侯景 这个人有用 但是不好用 不出高欢所料 他尸骨未寒 侯景就起兵叛乱 并打算联合西魏的宇文泰 一起灭掉东魏 然而 侯景想错了两件事 其一 高成不像他想的那么弱 其二 侯景追随高欢的这么多年里 早就把西魏得罪了 宇文泰对他的戒心很重 侯景被东魏和西魏逼得走投无路 只好仓皇逃奔梁武帝 当侯景来到南梁的时候 梁武帝萧衍已经当了46年皇帝 在梁武帝统治的前半期 他历经图治 改善民生 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但在执政的后半期 他因为过于迷恋佛教 于是 大肆耗费国力来兴办佛事 国库已经被掏空 此时的南梁已经民不聊生 百姓们怨声再道 佛家本来是体恤众生 结果 梁武帝为了信佛 大肆压榨百姓 信佛信到这个程度 只能说梁武帝已经成魔 侯景来到南梁不久 高成派遣的追兵尾随而来 与南梁大打出手 之后 高成提议和解 条件是交出侯景 侯景唯恐被引渡回国 于548年8月发动叛乱 囚禁梁武帝 将他活活饿死 一代佛家皇帝 最后落得个这种结局 公元549年 东魏内部发生叛乱 高成遇刺身亡 宇文泰见东魏内乱 打算趁机到东魏劫掠一番 但高欢的弟弟高杨 早就做好了准备 宇文泰见状不战而退 高成死后不久 高杨便撕下了面具 直接废掉傀儡皇帝 自己登基为帝 改国号为旗 死政权史称北旗 高杨是一个口碑极差的皇帝 从医学角度来看 他是一个标准的精神分裂者 发病的时候嗜血善杀 活脱脱一个疯子 正常时候则是一个有能力的皇帝 宇文泰了解完高杨的做事风格后 知道这块骨头比较难啃 于是把精力放在了南梁身上 与此同时 高杨也觉得宇文泰是个老辣的对手 不如南梁这个软柿子好捏 于是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南梁上面 就这样 南梁成为各路诸侯都能垂一把的破骨 内有侯警叛乱 外有高杨和宇文泰趁火打劫 南梁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大乱之势 必有天纵英才 沧海横流 必有中流砥柱 南梁也是如此 在平定侯警叛乱的过程中 南梁有两个人渐渐脱颖而出 成了历晚狂澜的中间人物 他们就是陈霸仙和王僧辩 公元552年4月 陈霸仙和王僧辩合力击败侯警 结束了长达四年的侯警叛乱 并于同年11月 共同拥立萧毅在湖北荆州为地 萧毅的文艺修养 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是数一数二的 然而 其人心胸狭隘 狠毒暴虐 这也说明 人的艺术成就和个人品性 没有必然的关联 萧毅登基之后 心思完全不在治理国家上 而是利用身份之变 请国内各类书画家到宫里赴宴 这种事放在盛世 或许能得到褒奖 但在老百姓吃不上饭的乱世 这种行为只会招来唾骂 萧毅一方面在宫中玩乐 一方面大肆屠杀自己的宗族兄弟 防止他们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萧毅的管理下 南梁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激起各地发生民变 为了评判农民起义 萧毅派陈霸仙 驻守镇江 派王僧变驻守健康 时刻提防农民起义军 对都城形成威胁 公元554年 西卫眼见南梁大县江志 派出大军前去讨伐 直奔南梁都城 555年正月初二 南梁国都城破 萧毅被生擒 随后被处死 西卫又扶持萧查登基 还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史称西梁 当年梁武帝曾派自己的侄子 萧冤明前去讨伐高阳 结果失守被擒 成了高阳的俘虏 眼见宇文泰在南梁地盘上 建立了傀儡政权 高阳带着萧冤明南下 试图扶持萧冤明称帝 在南方建立傀儡政权 在南下途中 高阳给镇守健康的王僧便写信 让他出门迎接新皇帝 起初王僧便没有答应 派兵和高阳短兵相接 结果战败 无奈之下 只能迎接高阳进城 并拥立萧冤明为帝 陈霸先得知 王僧便拥立萧冤明为帝 十分恼怒 从前亲密无间的老战友 此刻已经反目成仇 公元555年9月 陈霸先发兵征讨王僧便 王僧便不敌 后来兵败被杀 萧冤明也因此被迫退位 陈霸先拥立萧逸的第九个儿子 萧芳志登基称帝 宇文泰建立西凉傀儡后 就变得有心无力 此时的他年事已高 心思都放在培养接班人上 宇文泰想让自己的侄子宇文爵接班 但宇文爵还是个孩子 宇文泰见证了太多幼主 被篡位夺权的事情 身处这样的乱世 宇文爵很难生存下去 宇文泰为了在临死之前 把后世安排好 他先是削减地方官的权力 后来又加强了中央集权 做完这些仍不放心 又去边境巡视了一圈 看看边疆是否有异动 宇文泰觉得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后 已经给宇文爵打造了一个 固若金汤的政权 并委托宇文户专心辅佐 徐图渐进统一大业 公元556年10月 宇文泰去世 次年2月 宇文爵废掉西位的傀儡皇帝 改称天王 改国号为州 史称北州 宇文泰的担心是对的 把年幼的宇文爵放在乱世 实则害了他 不久后 手握大权的宇文户 逼迫宇文爵尚位 尚位后的宇文爵 随即被杀死 宇文爵被杀后 宇文户拥立宇文泰的长子 宇文玉继位 也是在同一年 陈霸仙逼迫南梁皇帝 萧芳至善位 随后登基为帝 改国号为臣 史称南辰 公元559年 陈霸仙去世 临死之前 把皇位传给侄子臣妾 同年 高阳饮酒过量身亡 他的儿子高阴继位 高阴的皇帝位置 还没有坐热 就被高阳通过政变篡位 560年 北州的宇文户 感觉宇文玉不太听话 打算将其毒死 另立傀儡 宇文玉得知自己中毒后 强忍着毒性发作 当着其他重臣的面 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宇文雍 暂时挫败了宇文户的阴谋 同年 南辰发生了叛乱 叛军联合北齐与北州 一起杀向南辰的国都建康 面对多陆大军前来进犯 陈倩并未慌张 而是镇定自若地进行指挥 一举击退了叛军和北齐联军 事实证明 陈倩是一位优秀的皇帝 平定完叛乱后 他历经图治 将南辰国力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陈倩虽然在治国方面 很有一套 但在选继承人方面 不如陈霸仙 公元566年 陈倩传位于自己的儿子陈伯宗 两年后 陈伯宗的叔叔陈相 发动了政变成功篡位 陈相篡位后 继续沿用陈倩制定的路线 南辰虽然换了皇帝 但整体国力并没有下降 有相似情况的还有北齐 当时高掩从侄子手中 篡取皇位后 并没有大肆挥霍 而是继续历经图治 给北齐带来了短暂的光明 但高掩仅在皇位上坐了一年 就因病去世 高掩死后 北齐彻底沦为昏君表演的舞台 公元572年 称帝多年的宇文雍 想摆脱宇文户的束缚 此时的他已经培植了自己的势力 于是在朝堂之上发动政变 当着大臣们的面 亲手杀死了宇文户 随后将宇文户的党羽一起剿灭 杀死宇文户之后 宇文雍联合南辰一起攻打北齐 两家试图瓜分北齐的地盘 公元573年 南辰出师北伐 两年后将淮南地区纳入版图 577年 北州消灭了北齐 北齐亡国后 宇文雍紧接着把矛头指向了南辰 对此发起了猛攻 一时间南辰难以招架 处在崩溃边缘 可就在此时 宇文雍突然去世 继位的宇文雍是个昏庸无能之辈 没有心思领兵打仗 更没有能力拿下南辰 宇文雍登基不久 大权就完全落在杨坚手中 此时的杨坚忙着篡位 也无心继续讨伐南辰 南辰凭借旧这样躲过了一劫 公元581年 准备依旧的杨坚成功篡位 改国号为随 登基后的杨坚 并未着急南下攻陈 死后的几年里 他忙着招抚人心 平叛国内叛乱 在这段时间里 陈相去世 他留下陈淑宝作为接班人 陈淑宝是一个极不靠谱的人 他亲手把南辰送入了深渊 经过几年的安抚 杨坚见大局已定 于是着手开始推进大一统事业 从公元587年到590年 他先是废掉了傀儡国西粮 又消灭了南辰 然后荡平了岭南一带 至此完成了大一统事业 结束了自从东晋南迁以来 长达273年的分裂状态 中国再次迈入大一统的格局